大家好 欢迎观看三炮相公访 我是地板警察炮哥 本集炮哥继续带大家去看 丧尸国度的第二季15集 也是最后一集 如果有没看过前期剧情的小伙伴 再去到我的频道主页 观看往期解说即可 好了 承接上级 当南国小队来到最终目的地后 大黑妹为了保险起见 就选择了和阿牛先去前面探探路 因为他们担心 这又会是一个不正规的研究所 而另外一边 仅剩一丝电量的小泉也查出了 大黑妹他们的担心 完全是正确的 研究所的目的 的确不是为了拯救人类 而是另有所谋 不过 此时的小泉 已经联系不上南国小队了 基地的能源也已经彻底耗尽 于是 小泉就选择了最终一波 拉着雪橇拳 看看能不能走出北极圈 不知情的南国小队这边 在进屋发现没有危险之后 就叫莫菲等人也走了进来 他们打算试探一下 小木屋的老板娘究竟是好是坏 结果一群赏金猎人就闯了进来 这群人自称 他们抓到的一个蓝色丧尸就是莫菲 想找老板娘领赏金 以及以后的疫苗奖励 老板娘则表示 不着急 阿姨先给你们倒一杯卡布奇诺 至于你们抓的丧尸到底是不是莫菲 我这就叫专业团队来检定 什么 专业团队 莫菲一听当时就慌了 就在他即将被赏金猎人们给识破身份之际 他直接就操控着蓝色丧尸 并配合队友 一举就歼灭了赏金小队 代价则是 阿库中了一枪陷入了重伤 若不及时救治的话 很快就会死 不过好在 老板娘很快就发送信号 通知了研究所的人 研究所是建立在一个核心亭里面的 他们很快就派人赶了过来 原本 大黑妹是不放心研究所的人 直接带走莫菲和阿库的 可当他看到一位军官和莫奇一身后 就选择了相信 只是 莫菲前脚刚被带走 后脚女王就带人杀了过来 在上一集中 女王竟然没被丧尸群给咬死 深圳还一路追了过来 正所谓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双方一言不合就火拼了起来 很明显 女王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 男共小队直接被全面压制 然而 老板娘很快就拿出了压箱敌手段 对敌人进行了反击 与此同时 阿库这边也的确得到了研究所的救治 但莫菲这边却发现 研究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拯救人类 他们利用莫菲的血液做疫苗 只是为了提供给部分权贵之人使用 那些权贵之人 此时正在一个叫做诺纳的岛上 或者天堂一样的生活 至于其他人类灭亡就灭亡算了 等疫苗温世之后 他们这些人再出去重造世界就行了 如此自私的行为 那莫菲自然不能惯着他们 于是莫菲当时就反了 接着再说男共小队这边 把所有子弹全都火拼完之后 双方就开始肉搏了 结局自然是以男共小队获胜 原因竟然是 大炮男叛灭了女王 选择了站在男共小队一方 这一幕同样也看到我目瞪口呆 要说在上一集中 女王没死也就算了 就当他是火力雄厚 见面了丧尸也是情有可原 可大炮男明明就掉进了丧尸窝里 被咬得嗷嗷乱叫 竟然还活了下来 这未免也太扯淡了 当然更扯淡的还在后面呢 莫菲竟然凭借一己之力 直接捣毁了河千亭 原因是他咬了别人的脸 控制住了别人的思想 合着别人的脸就这么不值钱 随便就能让人咬的吗 还有北极基地的小泉 就在他即将被冻死之际 他却模模糊糊的 看到一个人影朝他走了过来 这或许是他临死前的幻觉 或许是真的有人要来救他了 还有莫菲的女儿 在两名被莫菲感染的丧失照料下 也已经长大了一些 他的命运又将如何 电影突然就这么结束了 这他妈结束的未免也太随便了一些吧 搞得我也不得不提前结束 哎 这么近 那么本期我也就不给大家要点赞一键三连了 毕竟我这么短肯定没让大家爽过瘾 哪还好意思张口啊 你们直接白嫖我就行了 其实我原本也有打算 直接在本期解说一下第三季的内容呢 单单和第三季的第一季和第二季 只是剧场回放就停 和本期内容根本就不连贯 讲了之后 反而只会让大家产生更多疑问 所以想想还是算了 当然 也许大概可能只是因为我懒吧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 大